晚上好 我是微命 欢迎收看6月9号晚间的百隔大事记 大马真的出现假米了吗 昨天一名61岁的印译男子报警声称 日前在特意购Tesco霸几市场购买了一包五公斤装的香米 不过回家烹煮之后发现 米饭难以咀嚼令他怀疑购买到塑料制成的假米 因此犯而报警 针对这宗案件 柔州贸销局已经针对投报对古来Tesco霸几市场展开调查 目前正在等待化验报告出炉 而Tesco霸几市场也发文告指出 该公司向来严格监督产品品质 因此高度关注这宗投报 他们会积极配合贸销部和卫生部的调查 目前已经主动先将争议产品下架 大马是一个高度依赖外劳的国家 会这么说是因为合法和非法外劳 加起来的人口达到600万人 已经超越印翼的220万人口 未来还有可能超越华裔的740万人口 针对我国面对外劳人数过多的现象 民政党副主席刘华财 今天便列举出十大外劳过多的祸害 包括将造成资金外流和阻碍国家经济转型计划等等 因此刘华财促请各界加强执法和管制 这有政治新闻 希望联盟四党至今都没有一个正式架构 而在最近外界就传出了谣传的希望联盟最高领导层阵容 根据传言安华将当西盟的顾问 政府名誉主席是敦马和望阿兹沙 这主席职位就是慕尤丁 不过希望联盟最高领导层今天召开会议 他们在较后的记者会上并没有公布西盟阵容 公正党主席望阿兹沙表示 西盟会在下周决定和正式公布领导层的架构 但西盟的首相人选至今依然未决定 接着来关注英国大选的课题 英国昨天举行脱离欧盟之后的首个全国大选 然而选举结果再度爆冷 英国在线宣治国会 没有政党席次过半 执政保守党不仅无法增加国会议席次 反而还失去下议院的控制权 英国下议院总共有650个席位 获得326个席位就能执政 不过根据最新结果 执政保守党赢得318席 无法达到简单多数的326席 所以现在需要和小党合作才能执政 而如果无法组成联合政府 英国可能会举行第二次大选 而选举结果可能冲击英国和欧盟的脱欧谈判 最大反对党工党党魁科尔滨认为 保守党失去选票 失去支持 失去人民的信任 这些理由就足以让首相美伊下台 不过英国媒体表示 目前美伊无意辞去相位 最后有体谈消息 大马于总昨天宣布 一个李宗伟的恩师 米士本已经口头承诺将会回归 担任国语男单主教练 对于此事曾经三度游说恩师回来的李宗伟透露 他和米士本会面了好几次 坚持不断的游说 对方才愿意再次直起国家队的叫边 李宗伟也认为 米士本的回归对他和整个男单组都是一大美式 那么今天的大事迹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百格大设计是由Cortex为您呈现 Cortex Tecron 5星级燃油 经过改良 发挥更强大动力 更有效的减少摩擦 高达4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